奥运中华代表团7号赛事 除了林玉婷在拳击女子57公斤级项目 晋级金牌战 捉球女子团体赛 中华队遭遇强敌中国队 最后0比3落败 脚步止于8强 轻挺竞速男子1000公尺单人C挺 佛光大学校友赖冠杰 可惜经过两轮赛事后 无缘晋级准决赛 不过这是中华队首次进军奥运男子轻挺竞速项目 也为自己留下难得的记录 举重项目 女子49公斤级方管林最后交出抓举86公斤 挺举107公斤 总和193公斤的成绩 排名第六 但她的抓举 总和双双打破全国纪录 表现已经相当不错 另外 高尔夫女子个人赛 徐威林 钱佩云在首轮分别排名第30 40名 今天将进行第二回合赛事 今天8号中华队共将在三项赛事登场 除了高尔夫女子个人赛 排拳道女子57公斤级 上季奥运拿下铜牌的罗嘉林 预计从下午5点半起出赛如果能闯进决赛 将在台湾时间9号清晨3点半征金 而举重女子59公斤 郭幸纯 则预计在今天晚间9点出赛 寻求在这个赛事项目联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